姜濤的《中國新聞報道》 這個新聞 我想很多姜濤都會 怎樣說呢 很多姜濤都會淪為這個關注 為什麼呢 因為陳惠霖火拍Anson Lo做這個新聞 我想有很多姜濤就為之失望 因為如果以陳惠霖的香港樂壇帝位 當然我自己覺得都有一席位 但是為什麼他會選Anson Lo呢 火拍Anson Lo 火拍教主 令很多姜濤都為之執目 選都應該選姜濤 有很多人就說 這樣就這麼巧了 今天那個小孩跟大家談談這個話題 讓大家聽一下 說一下這件事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讚我這段片 和劉國賢的心心一個笑容一點都可以 還有課金支持 這個報道就說 原來呢 Kelly就不是主動去幫Anson Lo唱歌的 其實Anson Lo就邀請Kelly 其實是他的公司邀請 而這個Anson Lo呢 就說很感謝這樣說 這樣 還有他一直又很欣賞Kelly這樣說 我不知道 很欣賞Kelly一直 然後呢 就說Kelly呢 又唱得又跳得這樣 這樣 是香港一個icon 這樣 能夠邀請到合像呢 就覺得很厲害這樣 Anson Lo 那 那 就是找Kelly就合唱唱什麼歌呢 那就是 就是叫做 《心歸》了 這樣 那 因為 就是 Kelly近來呢 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很喜歡和那些 新的歌手一起合作 這次呢 他就跟Anson Lo再一次 合作 就說拆錯火花 這樣 Wild Lord 這樣搭定我 就是不知道 那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 大家香糖都未必這麼喜歡Kelly 因為 是不是之前我合作過 因為 Kelly她說 聽了 《心歸》差不多100次 他說 他說 那些view數有一半是他 那就是 那些view數只有100個view 這些view數有一半 而且 稱讚Anson Lo呢 就拿捏得好 那個情感 令到感情度升高 我不知道 然後Anson Lo呢 就說 每一次 跟前輩合作 就是壓力 他說 Kelly又唱得 又錄得 而且新版本 跟MELODY都一樣 這樣 那 他跟Kelly 就是以形式對唱的 所以呢 所以 WINDY都多一點 有一個 挑戰我 類似這樣 類似這樣 那 這個 心歸呢 老實說 其實是不修得的 就是我 這個 就是叫做 看了一些這樣的 點擊修士 似乎 看來不是很修得的一首歌 心歸 甚至是不受歡迎的 就是我們看回 整個心歸的走勢 其實是跟 真的 我都說了 那時候我都說 就是比姜濤的好得太過分 同期的歌來講 那同期的歌來講 我上次就講到 我覺得太過分那個 點擊率的比例 比起心歸 是7比1 是不是 而且說 現在心歸的點擊量 是下跌著很厲害 是不是 比他 初初出的時候已經 跌出了 跌到不知道第7位 還是第8位 我不記得上次說的 而姜濤的很多太過分 是 一天都沒試過下榜 在Spotify 就是冠軍榜 不是說十大 不是說五大 不是說三大 是說他No.1 是冠軍 是未落過榜 上榜以來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得意 我覺得得意 就是 我覺得Kelly 是 是怎麼說呢 她應該是 選錯對象 我知道自己是 選錯了對象 對吧 理論上 是不應該選 就算Anson Lo 是邀請你 但是 其實你可以 可以不去答應 而且 Kelly有沒有想到 其實 我也很坦白說 如果 Kelly 是跟Anson Lo 合作唱歌 我相信 我 很相信 我作為一個姜濤 我也可以 說一下 我相信 應該很多人 不會喜歡Kelly 很多姜濤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但是 因為 他 在這篇訪問之中 都 賺了Anson Lo 拿捏了 就是 我沒有跟大家說過 剛剛 Anson Lo 出心龜的時候 我是曾經 聽過一次 就是 首先 我跟大家 聽完之後 我有一點 頭暈眼花 還有 有些 不舒服 碰碰碰 放心 因為我不是幼了 不過是反胃的意思 所以 我也很元氣大傷 那次 聽完之後 所以你們還 課金給我買 就是 定驚散 是不是 就是 說笑 但是 起碼不適合聽 我自己覺得心歸 真的不適合聽 而且 看客觀數據 是不是 Kelly 其實如果 就是 你不會看客觀數據 你聽我的頻道 但是我又不會分析 Anson Lo的數據 我只是分析 姜濤的數據 但是 你明知道 我分析數據 姜濤的數據成績 一向是這麼好的話 那 理論上 就不應該 和Anson Lo合作 對不對 你應該是和姜濤合作的 就是 你不要說是給MIRROR的成員 你比起全香港的歌手來講 你其實 如果真的 真的好像 等一下我再和大家說 在姜濤group說些什麼 那 理論上你應該是在玩姜濤 因為為什麼呢 有很多姜濤 這個我一會兒再講的看法 有很多姜濤是覺得是 Kerry好像已經是 是 過戲了 只是唱了幾首歌 當然 其實我紅的時候 是很紅的 我和大家說 其實很紅的 Kerry 其實我也挺喜歡看她做戲的 唱歌一般 唱歌我自己一般欣賞 但是做戲我喜歡看Kerry的 特別我最喜歡看她的《婚姨草》 《婚姨草》是很好看的 《婚姨草》 還有那個故事寓意得好 她其實是用一個天使墮落凡間的故事 去講一個愛情故事 而Kerry有另一部更加出色的電影 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沒有看過 不過我自己是作為這個電影 其實我除了這個姜濤 我很喜歡姜濤之外 其實我自己還是 我都有信心 我是一個挺好的電影影情人 不過算了我不會在這裏發展 因為可能更加多的人去做 Anyway 另外一套Kerry的《天籃海角》 也都是非常出色的 她也是在講一個尋人的故事 但是其實是在講一個愛情觀 其實是很好看的 所以你看到 其實我不是只會看九龍城寨的 打打殺殺片 或者動作片 其實我對於這些小品 講愛情的片 其實我分析得都很好 不過可能這條頻道 沒有人想聽我講這些 可能喜歡聽我聽姜濤 所以我跟大家講 就是Kerry其實都是紅了一陣子 紅了一陣子 現在其實真的不紅 老實說 但是她都貴為一代的天后來 我記得 那時候拍我什麼 金色港港鎮金店 我有沒有記錯 拍到通街通汗 Kerry 而且好像是貴族學校出身 類似的樣子 背景就非常優良 家裡有錢之類的 天之嬌子 所以基本上 一輩子 是 未遇過風浪 我自己覺得 甚至覺得 這個社會的奸詐 她知道多少 如果她知道 或者經歷過風浪 其實 就不應該選 Anson Lo代替姜濤 我的意思 應該是直接找 姜濤做那個 合作夥伴 這個我覺得 是應該要她這樣做 而不是說要選 Anson Lo 當然姜濤就說 其實她的人氣 已經下滑了很多 Kerry 所以她就要不斷找一些 新的歌手 去call over 去彈回自己的人氣 但我覺得 我覺得 就mean了些 這個想法 我自己覺得mean了些 如果她想彈回自己的人氣 其實應該要找姜濤 而不是找Anson Lo 我怕她越找越衰 哈哈哈哈 我想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是不是 現在 全香港來說 最多人支持 最多粉絲群 一定是姜濤 是不是 你不拍姜濤 你拍Anson Lo 是 她有17萬 哈哈 說起來我都尷尬 真的 17萬的粉絲 何來有 所以我講出來都覺得很尷尬 那 是不是Kerry以為 她拿到 這個 這個超級的 三連八 南金獎 所以就覺得 她是 很紅 很多人支持 是不是 她有沒有聽 聽高恩仔 這裏頻道分析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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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誤解了 老實說 雖然我真的沒有那些 很多年的音樂粗異 但是 她唱得 好不好聽 對不對 我都有一個 很客觀的 主觀評述 我的主觀評述 就是覺得 很難聽 Anson Lo唱歌 對不對 就不是說大家想像中 喂 真的唱得OK 但是Kerry她居然 讚到Anson Lo說 真的 很好的 很好的唱歌 那我又 真的 我又覺得是 怎麼說呢 相當之 令到人家難以信服 我自己覺得 真的很難以信服 大哥 對不對 但是 我又想 就是Kerry 以現時的身份 她真的想再薄花紅嗎 我就真的不知道 其實現在她薄花紅 有什麼位呢 我自己覺得 很不明白 就是 她又不是缺錢 名氣是下滑了 名氣下滑了 你現在說回 喂 我也起碼說到她兩套戲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她是 她是 人氣不差的 但是 既然是這樣 那為什麼不找 為什麼不找 姜濤 為什麼不找姜濤 當然我想Kerry有她自己的 的一個想法 的一個想法 例如可能 她想憑自己的名氣 帶起現在 樂壇的後背 咦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去 帶 帶誰呢 帶 帶Sarina 哈哈哈 但是Sarina 拿女金獎 對不對 應該很厲害 拿得金獎 那些舉實無雙 受到港大的 我不是想認同 但是Sarina人氣 人氣是厲害的 網絡我自己 但是你說在歌手界 她是一般的 老實說 所以 我也不明白Sarina 為什麼 為什麼要拿女金獎 當然 之前的陰謀論 因為她埋了Anson Lo 那班 所以 就給她一個獎 我不知道 我也查不到 是吧 但是 那些網友 就是這樣說 所以 所以Kerry 如果你說 想用自己的名氣 或者自己 以往對娛樂界的認識 去跟一些 新進的歌手 Cross Over 我覺得是 都合理的 就是 那個表單 但是問題上 就是說 人家現在Anson Lo 那麼紅 你又跟人家合作 其實 給人家的感覺 你不是說 想大起Anson Lo 你是好像想 借Anson Lo的名氣 帶回自己 不過 又這樣說 Anson Lo 現在那個 Anson Lo 現在那個 名氣 甚至說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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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不是受歡迎 我自己又保留 老實說 但是 你說 沒有保留的 肯定是姜濤 是不是 他肯定是 最多人支持 和 最認受性高 是不是 所以 即是 他不找姜濤 我真的 萬事不得其解 對吧 你說 想 即是 從一些 姜濤說 他是因為 人氣過了 Carrie 所以才找一些 新生代的明星 去帶起自己 其實 他除了 Anson Lo 還有跟誰合作 我上次 我上網搜尋到 他還有跟哪些歌手 但是 我 覺得 如果 如果真的想和 Cossofa 或者帶一些後輩 的話 正如我剛剛所說 那你不應該找Anson Lo 別人Anson Lo 很多人支持 別人Anson Lo 即是 很多粉絲 很多人去 去 谷行他們的人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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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成立 反而 其實我也不知道 Carrie 為什麼 會和Anson Lo 合作 我都萬事不得其解 你說他夠錢花 我覺得 不會 說真的 但是 真是不知道 口癢? 發口癢? 想唱兩首歌 或者是 活躍在 觀眾面前? 可能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 做得明星 老實說 當然是喜歡萬人景仰 如果你收了衣 或者低調到 不見了影 再沒有人去找你 幫助你 可能你自己都會down 我不知道 所以 在這些層面上 我自己就覺得 對於 對於 姜濤來說 也未必 不是一件壞事 不找姜濤 不火拍姜濤 火拍Anson Lo 但是 你說 萬事不得其解 就是在說 你找Anson Lo 做拍檔的 或者共同出歌的話 可能到頭來 到頭來 你不是大 加Anson Lo 你明白嗎 當時 毀滅自己的 陪上自己的 演藝生態 我自己覺得 所以 我自己是覺得 是 搞笑 這件事 好嗎 說真的 這麼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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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選 Anson Lo 我不知道 我這件事 看不到分析 我唯一一個 一個最貼近的原因 就是公司安排 公司安排 公司安排 去拍住Anson Lo 甚至是 我更加有陰謀論 就是覺得 Anson Lo 是想靠Kelly 帶進屋 帶給多些人認識 對不對 因為你說 如果現在多認識 肯定姜濤是多人認識 但是就 不是 不是說 不是說 很入屋的 其實Anson Lo 但是 Kerry是入屋的 所以 可能她 公司上 安排 Kerry幫 Anson Lo 去洗盡原話 洗盡原話 即是什麼形容詞 這些old school 是不是 講old school 已經覺得很old school 就是 再帶起 Anson Lo 的人氣 我唯一 覺得 一個合理的 別解 就是這樣 但是當然我要 再看一下 事態的發展 我覺得應該還有很多 花生吃的 這樣 所以看一下 Kerry 接下來是怎樣 就是這樣 好 那姜濤的 綜合新聞報道 就是這麼多 下一集回來 我們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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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